嗨!大家好!我是 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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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 B186 第26弹 隨機槍花族 全員到齊 感謝FanBus 贊助播出 希望台灣早日發售 這次的前往是這顆巴哈姆特 台灣命名為 陶笑龍王 使用者是好久不見的 踏實亮 使用者是DV配角 翠龍 巴斯扎拉 背面有他們的配置圖 彼得 豬有製作一張大的 提供給大家核對零件用 對了!還有附贈下個月的情報表 新戰神要來了!萬歲 而這次的真空包裝在1246才有 接著就來 紅色貼紙在高模式的10號戰甲 歷代巴哈姆特來到了第三顆 使用者卻都不一樣 神 波爾 GT 布萊德 DB 翠龍 巴斯扎拉 但是能防禦變形的協同 依然有傳承 可是DB有BUG 不用扣血 只要碰到這兩個地方 他就能變形 以前的兩位一定要扣血才能變 中間的龍王也變得更帥更霸氣 簡直就像噴火龍X 噴火! 而側面的高度 DB的低模式真的還很多 變成高模式之後就差不多了 而且核心的構造更是逆天 不然主到你手扭到了 還是主不進去 請抓黑色的地方才可以順利組裝哦 接著換咆哮戰刃 背面是3億形螺絲 所以內部結構大公開 機關的作動長這樣 看完已滿足 記得拆開等於違法改造哦 請不要模仿 重量的表現竟然比魔龍的滅影還輕 對了只能對應左迴旋的核心 接著換新戰甲10 顧名思義就是 重心分布在這10個地方 EV系統都可以用 一般在低模式只會看到這兩塊 要變成高模式才會看到10的真面目 那在高模式會不會影響到變形的機關呢? 答案是 可以正常運作 可是打擊點差很多 至於哪種模式比較強呢? 等台灣開賣比特朱再去拼第二顆來測試給大家看 以下開放未打先猜 搭配的是舊商品神鐵GG 跟新商品MM軸 旁邊的金鐘罩非常會扭 還會旋轉 底部這顆球也是可以轉的哦 可惜只是半圓 只能360度旋轉 而不是真正的球型 軌跡的表現 基本盤平射與斜射 平射會先落場再搶中間 斜射會跑沒刮然後搶中間 持久力大約2分鐘 換DV盤 斜射與平射 都會跑到上面去玩一下再回到中間 但是斜射會刮盤 持久力大約在1分50秒左右 希望你今天能拿到好成績 B1862號 咆哮魔龍 紅色小貼紙在高模式 它是由這三顆的連件所組成 原色版長這樣 一樣可以超防禦變形 而且一開始就是呈現高模式 因為附贈的00鐵 不能組裝在D模式 請記得D模式一定要搭配 DV系統出的這些鐵才能組裝哦 想要組裝以前的鐵 一定要切換成高模式才行 喜歡魔龍的夥伴們 又多一個顏色可以收藏呢 目前也只有這兩種 但是搭配的軸心是R軸 就到不能再舊了 B1863號 烈焰飛鳳 V2 右邊的貼紙在鐵跟環 爆裂世代的烈焰飛鳳 從S開始進化到V2 整體的重量大小都有明顯的變化 中間的徽章跟V一樣 採用金屬材質 所以背面都是錨釘不給拆 S跟F都是塑膠 所以可以拆 配置通通不一樣 V2搭配舊商品 連鐵吸環 跟雖然是舊商品 可是卻相當稀有的 RB-軸 首次出現在2019年的 Hajime戰神 直到2021年才第一次復刻 緊實度的表現 哇 好緊哦 是歷代飛鳳最緊的 我給10分 跟爆轉世代的V2放在一起比 還原度可以說是非常之好 但是爆裂世代的這兩根 有刻意比較凸 背面的貼紙也很用心的還原 連走心的功能也都有還原哦 可惜底部的造型不是圓弧形的 所以扣了8分 期待官方之後能繼續推出 G跟GT還有MS的版本 對了新手請注意 它還有附贈異色版的10 但是這個零件不是給它裝的哦 是給DV系統用的 而這個顏色搭配在千網 超級好看的啦 電鍍值就是帥 裝在其他人的身上 有不一樣的美感 異色版值得收藏 4號 藍白脫配色爆破鞋繩 黃色小貼紙在高模式 它是由這兩顆的零件所組成 原色版組裝後長這樣 喜歡爆破跟鞋繩的夥伴們 又多一個顏色可以搭配呢 可惜搭配的通通都是舊零件 NXT還有JX軸 透明的好美哦 B1865號世界天龍 它是由這三顆的零件所組成 原色組裝後長這樣 可惜天龍只能右迴旋 導致可以左右迴旋的世界戰輪 沒有附贈左迴旋的靈魂 而它們兩位都是首次復刻 所以目前只有這兩種顏色 超王傳奇核心來到了第27種 4A則是增加到了第4種 搭配的是舊三瓶Omega鐵 還有跟千網一樣的異色版MN軸 可惜這次的龍王只給一個 所以湊齊不了異色版千網 B1866號異變巨神 它是由這三顆的零件所組成 原色版長這樣 好像中毒的花 異變戰輪目前有這些顏色 巨神目前只有這兩種 ES則是增加到了第10種顏色 搭配的是舊三瓶CN鐵 把它拉起來轉移一下 就可以切換成平衡跟偏重心兩種模式 還有新商品HH-H軸 也就是長高的H-H軸 底部的圓盤一樣可以轉 對了 如果你有抽中5號跟6號 恭喜你可以組成金幣輝煌世界巨神 沒有貼紙反而比較好看 再搭配金2V跟金MM 會帥到美朋友 來 準備開戰先拍個照 1號 預賽第一組 6號 翼片巨神對上 2號 咆哮魔龍 預賽打2分的喔 上吧 魔龍 還有巨神 衝啊 來 爆裂 打到跳起來 阿赫 魔龍很斜 能不能吸收站起來 可以 沒問題 來吧 第一局 誰會先拿下第一分呢 是巨蛇先得分 加油 魔龍 加油 魔龍 雖然你有完全防禦 可是 卻轉不贏 可是 卻轉不贏 蛤 雞飛 哇 擠不出去 哇 又是持久賽 這一局 能不能血池轉贏呢 巨神 給一個機會 OK 沒問題 1比1 關鍵局 加油 沒了 巨神 獲勝晉級 預賽第二組 5號 世界天龍 對上 3號 烈焰飛鳳 V2 龍與鳳的對決 先拿下第一分的會是誰 天鳳 烈焰飛鳳 剛剛啟動了軸心的效果 結果好像不是很好 天龍先得分 加油 烈焰飛鳳 擊飛他 猛烈的攻他下盤 結果沒有用 這局 慘招淘汰 來 恭喜天龍晉級 預賽最後一組 龍王隊 血神 千王猛 突然 給一片一閃 哇 突然 給一片一閃 哇 把他擊飛 先得分 小心 不要再太擊飛了 這局 能撐住嗎 斜神 沒問題 是持久賽 來看一下 千王 能不能轉贏呢 結果是 多轉一點點 獲勝 晉級 恭喜這三位進入總決賽 比賽採用積分制 打三分 看誰的積分最高為冠軍 5號跟6號先開打 撞啊 撞啊 好險好險 天龍先得分 來喔 巨神 巨神 擊飛 1比1 差點 又是跟第一局一樣 把他擊飛 讓他沒有力 2比1 天龍 天台樂 巨神 巨神 擊飛 追平 關鍵局 撞啊 哎呦吼 巨神差點被打出去 還好彈回來 然後 是持久賽 來看一下 尾數會是誰拿下 結果是天龍 轉贏獲勝 接著換1號跟6號 放棄 哎呦 哇 這個高低 哦 那個猛烈的撞擊 完全防禦 抵擋了 哎呦 前往在攻他的下盤了哦 身體很低 就是有這個好處 可是 會被壓頭嗎 還好 還好 結果是 輕鬆轉贏 1比0 哇哈哈 巨神 巨神 被擊飛 2比0 聽牌 哎呦 哎呦 哇塞 H H 摸到最後贏得第一分 結果是 龍王先得分 龍王 龍王 猛烈的攻擊 這兩個按按軸 打起來 還真刺激耶 但是第一場 天龍 轉輸了 這一局 能不能雪恥呢 結果是 結果是 龍王拿下第二分 聽牌 天龍加油 不要放棄 還有機會 龍王 給了機會 龍王 給了機會 好 沒有 哇 恭喜龍王 獲勝 獲得 第26彈 個人賽 冠軍 接著來玩 大亂鬥 激烈的碰撞 烏迫下來的 還剩下 三位 情果第一局是 千王先得分 加油 這一局 飛鳳 秒停 這一局 感覺 有人 要 倒了 結果是 天龍 得分 加油 這一局 會有不一樣的人 得分嗎 飛鳳不可能了 結果 剩下 天龍 跟千王 兩位 誰會先踢 台 千王 先踢 台 到現在 都沒有人爆裂 大亂鬥 比較和平 而且都不給 烈烈飛鳳的機會 最後剩下 又是這兩位 結果 千王 獲得 大亂鬥 個人賽的冠軍 滴滴的千王 都好強